你是一个爱问为什么的人吗? 经常有人问为什么要学射箭? 我总喜欢破台一盆冷水 因为射箭可以让你习惯失败 欢迎订阅王多宇的射箭频道 这次让我们从巴黎开始讲述失败的故事 点赞订阅就拜托大家了 巴黎是2023年射箭世界杯积分赛的最后一战 同时日期上也与柏林锦标赛非常相近 可以说这是对每位选手心理和体力的双重考验 而且由于赛制的原因 这也是进入今年总决赛的最后一个入口 回到这回的主题 假如有128名参赛者 那其中就会有127位失败者 十分残酷 但屏幕前的你还是要记得呼吸 因为排位赛已经开始 男子番区方面 韩国男团照样一路领先 在72剑的总分面前 每一支剑都至关重要 分数上的霸榜也就是实力的象征 来看另一边女子番区的排名 临时贤小妹妹依旧稳定发挥 以686环文具帮手 但23名已经由亚里航达拉巴伦西亚 赫凯西考夫霍尔德取代了他的韩国队友 同时也在进入淘汰赛后 局势发生了变化 中国选手海力轩 在第三轮就以总比分6比4 狙击了林世贤 同时又在四分之一决赛 以6比2拿下了奥运冠军安山 挺进决赛圈 但最终以3比7不敌韩国名将崔美善 冠军的角逐则是发生在顺位第三 与另一位00后之间 凯西考夫霍尔德呈现一个慢热的态势 首轮就被对手轻松拿去两分 而且在赛中 他的脸部表情可能才是比赛最大的看点 也难怪去年会有这样一张赛后照 而2000年出生的法国选手 依莎8倍0则是非常沉稳的个性 比赛中一直稳定发挥 但在比赛的最后一轮 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 提前被对手超分 遗憾落败 这里让我插播一条广告 鸡腿杯又来了 比赛更刺激 赛程更紧凑 距离为18米 9月23号下午2点 上海Codex射箭馆 等你来参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部马来西亚的电影 败者为王 片中最后的大魔王 就是现实中 与谭名将林丹 电影的名字 已经叫败者为王了 但结尾 还是必须要用一场胜利 来升华整个故事 体育比赛的残酷 可见一斑 男子凡局运动员金优正 也就经历了 这噩梦一半的2023年 强如巨穷 没有了金牌 实力照旧会遭人诟病 同时让观众们惊醒的 也就是 就算强如金优正 也并不能稳坐冠军的宝座 半决赛中毛利 内斯玻璃 就做好了狩猎巨熊的准备 火热的手感 一度让金优正被逼至2比4的绝境 好在韩国人顶住了利亚利 拉平比分后的漂亮29环 让意大利人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来到决赛 与队友李雨昕会合 韩国人的队内互拼 往往是极高水准的 金优正也稳稳夺取了 2023年的第一块个人金牌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两人整场的最低环 为28环 再来关注一下 反取团体的比赛 韩国军团再次横扫金牌 比赛结果看似轻松 但如果你完整收看录像 就会发现 只要有一件的失误 奖牌随时可能溜走 可见对手的团队水平 也是相当的高 这里也值得 大家为每一位失败者鼓掌 就这样 分战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你认为今年最终的大赢家 会是谁呢 欢迎留言讨论 这里是王多瑜的社线频道 点赞和订阅 再次拜托大家 让我们墨西哥总决赛 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